海军顾问郭喜爆料 韩国的持信顾问给资料 不只有给马文君 也有给其他三名立委 甚至还希望可以见面 拿着前件国造机密资料 啪啪噪 持信顾问专挑我国国防立委 时间点就在2021年中 不论是走访立员办公室 或是立委在地服务处 打电话 Email联系方式全用上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坦言 收到资料 而持顾问同步给另一名 民进党立委 国民党立委也有两人 总共四人 独独马文君 健烈欣喜 甚至办公室也任了 外流韩国驻台代表处 其他的这种人 我对他们是非常敬佩的 这些东西公布出去 或是寄到国外的话 会对国家有多大的伤害 你会不晓得吗 难道的乡亲们 你们选的是一个卖国立委 国喜痛批卖国 而王定宇收到的 不只有图资 还附上USB 果断拒绝 见面要求 甚至也要办公室同仁 不得储存和转传 不断地跟我台南 地方的办公室接触 动机并不纯正 我们的判断是 拒绝跟他见面 我个人并没有收到 相关的浅见资料 他已经不止一次 将资料外泄 必须要面临司法的追查 实际询问第十届 第四会期名单 13名国防委员会的立委 除了王定宇 其他人都说没收到 而求证马文君本人 强调会开记者会说明 但把资料 交给韩国官方的动机 一日不说清 争议势必延收 国民党团定调 护到底 海军上将都说出来 卖台无人闻问 这不是台湾国安的悲哀吗 马文君案高检署 介入调查ING 但若收到机密资料的 还有同党同事 却独独自己外流 难免被认为 其心可疑 三年十五的铃铛 就国民轩 台湾报道